看不见的女性 女侧经常排长队 男侧却基本畅通无阻 因为女性生理构造不同 所需的如侧时间是男性的2.3倍 而男女侧普遍被设计成相同大小 且男侧因有小便知而能容纳更多人 女性遭遇车祸受轻伤的可能性 比男性高71% 重伤可能性高47% 死亡率高17% 因为汽车根据男性身材设计碰撞测试假人 几十年来都以男性为基准 即使今年采用女性假人测试 也为考虑女性的肌肉质量 分布于不密度等生理差异 本书用海量数据和视力 讲述了女性被系统性忽略的残酷事实 在大量性别中立的规则背后 男性往往被视为默认选项 女性则被视而不见 我分三部分为你解读本书 第一部分看不见的身体 在这个世界上 男性被视为典型 而女性则被归为了非典型 小到企业的职场环境 大到整个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 规划者们往往把男性 作为能代表全人类的参考人 根据他们的数据来设计整个环境 于是整个世界对女性来说 就有着诸多不便 甚至危机重重第一办公场所中 从普通身材的女性 要费很大劲才能推开的神众大门 到楼下所有人都能仰视 你裙底的玻璃楼梯 和反光的大厅地板 再大大小刚好能卡住 你鞋根的地砖缝隙 这些细微琐碎的问题 归根基底来自对女性需求的胡适 全球很多国家都遵循 22摄氏度的办公室标准温度 而这一标准是根据男性的 禁锡代谢率计算而来的 但是在办公室的成年女性的 禁锡代谢率 比所谓的标准值要低35% 这意味着中央空调的温度 对女性来说平均低了稳度 第二化工行业中 整个世界其实都过度依赖着 对男性的研究数据 并且默认他们能同样适用于女性 这对女性来说很危险 在本该严谨的日用化工界 研究人员在制定化学物质的安全剂量范围时 也是把男性数据作为参考人 然而要知道在化学物质的吸收过程中 免疫系统和激素会发挥作用 而男性和女性在这两方面有很大不同 女人往往比男人体型更小 皮肤更薄 这两种情况都会降低 他们可以安全接触的毒素水平 而一些化学物质可以在脂肪中积聚 女性又有着较高的身体脂肪比例 这就使得女性的耐受预知更低 结果是对参考人男性来说 属于安全范围的计量 对女性确实有害的 第三 厕所规划问题 为什么女厕所总是大排长龙 研究指出女性的平均如厕时间 是男性的2.3倍 表面上看安排相等面积的男女厕所 似乎公平合理 但显然这样的规划 忽视了女性的真实数据 在世界上的很多欠发达地区 缺乏充足的厕所设施 带来的问题 对女性来说尤其严峻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认为 男人可以去任何地方小解 而女性变尿 被人看见则是件很羞耻的事情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世界上有多达三分之一的 女性无法使用安全的厕所 这些女童和妇女 每年用于寻找安全厕所的时间总计 970亿小时 为了寻找一个相对私密的地方 她们必须在黎明前起床 去野外上厕所 然后苦等数小时 直到黄昏才再次出门 第四 健身房 健身房往往是一个假装平等开放 实则偏向男性的公共空间 相信大多数去健身房的女性 都对器械区和自由举重区 进而远之 所有进入那个区域的女性 都不得不面对额外的心理障碍 因为你会招来侧目 色迷迷的凝视 以及装腔做事的喘息 你会感觉是一个闯入了 不属于你自己空间的衣垒 很多人都对现象习以为常 但其实这种运动场所的性别偏见 完全可以通过设计来消除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维也纳的公园 20世纪90年代中期 维也纳官员通过收集需求 优化公园内运动场所的设计 扭转了女孩参加公园活动的下跌趋势 现在维也纳所有的新公园 都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的 第二部分看不见的才华和付出 首先是被忽视的家庭劳动 女性为家庭为社会承担了很多免费劳动 但遗憾的是 这些家务和护理工作的价值被严重低估 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内 75%的无偿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 女性每天花在无偿工作上的时间 在3到6个小时之间 而相比之下 男性的平均时间为30分钟到2个小时 这种不平衡很早就开始了 5岁小女孩做的家务活 都比他们的兄弟多得多 其次是被低估的才华 基于性别的才华偏见比比皆是 在音乐圈纽约爱乐乐团 是世界顶级的管弦乐队 有大概100名乐手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这个乐团一直没有女性音乐家 但突然之间事情发生了变化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有一场针对音乐界性别歧视的诉讼 从此爱乐乐团的招聘引入了盲视制度 女性音乐家的数量不断上升 在10年内 女性成员比例从0%增长到10% 如今纽约爱乐乐团的女音乐家比例超过45% 盲视制度前后的巨大差异揭示了 在音乐界女性的才华被严重低估 即使她们演奏的和男性音乐家一样优秀 也会因为性别而被低估 不仅在音乐界 女性才能被低估的状况存在于各行各业 在学术界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研究发现 女学生和女学者获得资助 面见教授获得指导 甚至得到工作的可能性 都明显低于男性候选人 并且如果女性作者的论文参与的是双盲评审 则更容易被接受或者得到更高的评价 甚至一旦一个领域被认为是需要才知的 那么女性就会在这个领域里被越来越边缘化 即使这个领域原本属于她们 编程最初是女性的天下 但雇主们开始意识到编程并不是她们曾经认为的 那种低技能的文书工作 它不只是打字或直觉 而是需要解决问题的高级技能 于是才华贫鉴开始展现她的威力 计算机的行业开始向男性倾斜 第三部分看不见的暴力 首先是公共空间中的骚扰问题 当女性在公共空间里穿行时 她们不得不面对一系列令人不适的行为 从被人吹口哨到被不怀好意的打量 从被偷摸再到被人用带有暗示的语言搭讪 所有这些都不算是犯罪 但都是真实存在的针对女性的暴力 巴西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巴西女性 在旅途中曾遭受过性骚扰或暴力 其中一半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作为参考有同样遭遇的男性比例为18% 美国也曾在2016年做过一项 关于华盛顿特区地铁性骚扰的调查 她们发现77%的性骚扰被害者从未报案 其次针对底层女性隐形的剥削和虐待无处不在 在大型的流行病灾难中 女性死亡的比例总是显著高于男性 比如在利比亚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期间 死于该疾病的人口75%是女性 在大流行病中 妇女们是承担照护责任的主力 她们要照顾家里的病人 也更可能成为护士清洁工和洗衣工 而这些工作有更大的暴露于病毒的风险 战乱等危机环境中 针对女性的虐待和剥削更为严重 在难民营或收容所 有些心处不正的有权势的男人 会模糊原著和剥削之间的界限 利用自身地位强迫女性为了获得食物 或者庇护而与其发生些什么 而这些暴力行为都被淹没在了昏乱中 这些暴力行为都被淹没在了昏乱中 针对題